手工 蝴蝶角练较长 接着上一节 转一下方向边下方的翅膀 红色的做轴线其他的做绕线一次边写卷节 黄色的做轴线其他的做绕线一次边写卷节 编好之后转一下方向 左衣蓝色做绕线另两根做轴线依次边写卷节 红色做绕线其他的做轴线一次边写卷节 黄色的做绕线其他的做绕线一次边写卷节 左衣蓝色做绕线边写卷节 然后把线头剪去烧粘好 拿十厘米一对折以卷头节的方式挂上去 别有愁致散 有何知放膽 让有塞也玩 再打个干截做触角 另一边也是 然后剪去烧粘好 然后两边都穿上4毫米的珠子 然后两边都穿上4毫米的珠子 翻过来把黑色轴线重叠 把线头从下往上绕回来绕几圈 然后穿进圈里 收紧线 另一边也是这样编的 把线头从下方绕回来再绕几圈 把线从下方绕回来再绕几圈 然后把它里收紧线 剪去线头稍粘好 烧粘的时候注意不要粘到下方的轴线 不然拉不动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试拉一下 五碟锅链就变好了 手艺人实属不易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点赞转发 陈勺断 星芬